大家好,我是王文,我是居住在犹他州盐湖城的地产经纪,欢迎来到我的盐湖城地产频道,今天呢我来到Edge Homes啊,在离海的一个大型的社区给大家拍套全新独立屋,这的,然后呢今天这道房子呢是2023年啊,就是这个月刚刚完工的一个非常fresh,全新的一个房子,然后呢这里的location是非常好的啊,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地理位置,它呢是位于犹他县 最北面,和盐湖城县胶囊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位置非常好,像大家如果要购物的话,商圈有奥特莱斯商圈,往北一点呢有很多shopping mall,像有fashion place啊,south town,往南南有,在欧人有那个university parkway这几个 mall,都是非常大型的购物中心,里面有购物啊,有餐厅啊,有一些娱乐设施都会有电影院, 都非常方便 我们也就非常不错的一个学区的一个城市啊,周边都非常不错,有很多学校可供选择,私立公立学校 那么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道房子的户型吧 我眼前要看的这道房子就是今天要看的这个大毒洞啊,呃,它呢是一个两层楼加个地下室的构章,那这个房子呢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美国的这个别墅没有什么特别的,呃,标新立异的外观啊,它就是比较的一般的普通的,价位呢也是非常的清明,室内面积3500多尺,三房2.5位,现在的挂牌价是587,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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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那么在我右手边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driveway,然后这是车库的门,左边呢外面有一块一小块的绿地,这里一块绿地呢,啊,它这边呢,HOA物业给你种了一棵树,每家门口都会有一棵树,这是标配,那么我们可以现在进去看一下吧,这个户型呢,它是它里面的一个明星户型了,这个开发商,它是一个高挑的客厅, 那我们这个蒙进来以后,蒙进来以后,走到,左手边呢,它是一个敞开式的,是一个办公室,或者是个会客厅,然后会客厅旁边呢,是一楼半个卫生间,这道房子刚刚完工,刚完工,非常的新, 然后这里呢,卫生间旁边,这里是一帽间,冬天进来挂大衣的一个地方,好,这里呢,就是非常漂亮一个,跳高了啊,很有空间感吧,两面的窗户也是特别多的, 而且最最好的这个朝向啊,这套房子,这个是朝南的啊,这个窗是朝南的啊,所以它采光很好,非常好,地上呢,铺了这个地毯呢,冬天也会觉得非常的温暖, 左手边呢,就是转脚楼梯,去往二楼,然后这个门, I love the car, you wait a bit,这个门呢,就是,be careful, there's a truck on the road, you wait here, 然后这个门下去就是地下室,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很高的高条客厅了,那这里呢,就是一个, 八尺高的一个,餐厅厨房的一个空间,然后右手先看一下,右手先,这里呢,就是, 它这里是一楼的一个洗房,在这个位置,有窗, 洗房这里有刷门呢,就是两个车的车库, 车库是标配的车库,就比较标准, 好,在这里左手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又是个衣帽间,车库进来的衣帽间, 我们看一下厨房吧, 厨房,厨房的色调呢,是白色调, 白的台面,加上灰色的柜子,这样一个色调, 那么它这个柜子没怎么升级,就是一般的这个高了, 差不多目测像36, 啊,36英寸感觉, 标准的,那这里是一个洗碗机, 嗯, 惠儿普的洗碗机打开看一下, 洗碗机的质量相当不错, 呃,301不锈钢的水槽, 然后这里是货耀部烤箱, 这是铁的这个, 哦,灶台,五个孔的, 微波炉, 储物空间还是相当足的, 这上面,下面啊, 很多的柜子, 储物东西没问题, 十五储藏间, 然后它这个做了很多的插座, 完全够放一些加强的铁, 这个空间呢, 这一块就是以后冰箱的预留位置, 那在这里啊, 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就是一个餐厅的空间了, 这里可以完全放一放一张十人, 十二人的桌子, 可以很多的, 如果家里有拜访者的话, 可以共享这个用餐, 我们看一下院子就比较小了, 因为现在的这样一个价位啊, 这样一个黄金的地段, 所以这样, 这个价位的房子呢, 就是唯一的缺点, 就是院子会比较小, 院子基本上就是, 你这个跟旁边那个房子当中, 一直拦到这个泥地这边, 我瞧瞧, don't get the shoes dirty, 然后这个院子就比较小, ok, I go inside, you stay outside, 拜拜, 但是房子里面是非常舒服的一套房子, eat a mooncake, 我们上去看一下, 坐没坐上, 睡没睡上, 转角楼梯, 去二楼, 这里都是raining, 都升值的啊, 哦, candy upstairs, 然后, 它上面呢, 就是, 二楼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位置, 不叫loft, 就是一个比较宽的, 想走到, 反正多一块面积吧, 最宽面积还可以, 可以有效利用一下, 一上来, 这里有两个房间, 嗯, 它客卧相当大, 这个户型唯一的好处是, 房间都很大, 就三个房间, 但是房间非常大, 这是第一个客卧, 这个客卧呢, 当中有一个卫生间, 穿过卫生间去往第二个客卧, 那它这里呢, 就是做了一个, jack and joe的, 一个样子, 干事风铃, 里面是马桶, 浴缸, 淋浴, 哎, 这呢, 又是第二个房间, 房间跟房间, 之间有个卫生间啊, 使用, 那这里两个房间呢, 这里都有一扇门, 可以把它锁起来, 好, 这第二个客卧出来以后, 然后往这边, 这里呢, 就是双开门, 然后双开门呢, 就是主卧的空间, 主卧采光是相当棒了, 一面朝南, 一面朝西的, 主卧在往里面, 看看这卫生间嘛, 这个户心还有个优点, 是卫生间超大,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超大, 地下用的是防水地板, 它这里呢, 是双台盆, 这样做了一个别字的, 斜角的一个样子, 那就可以把卫生间给放大了, 这里呢, 是淋浴房, 旁边有个浴缸, 浴缸旁边呢, 就是马桶, 每个空间都有床, 所以这个户心, 采光是相当不错, 里面就是, 这里就是, 衣帽间了, 衣帽间OK, sizeOK, 好, TURN OFF, 比特利欧喜, 那这就是二楼的一个, 啊, 格局, 那我们现在去地下室看一下, 这个户心啊, 那个, 就是这个客厅舒服, 是吧, 50多万, 就不要对他要求太高了, 啊, 毕竟他的格局可以, 就是没有院子, 如果要院子的话, 现在新买的房子, 至少65万以上, 65还是基本价, 再升个级的话呢, 那差不多70万以上, 可以拿下来, 最终的价格在70万之上, 70多万到80多万, 至少, 转角楼梯下来, 我们看地下室, 地下室没有装修, 地下室右手边, 就是蔚来的一个客卧房间, 然后, 地下室就是一房一厅, 这个管道呢, 这是机房设备间, 那这旁边就一个full bathroom, 全卫生间, 这里呢, 这个大的客厅了, 他这个地下室, 是全在地下的, 好, Let's go, 你每次家里不大便, 不上厕所, 老是出来, 就是事情多了, 一会大便一会小便的, 对吧, 我跟你怎么说的, 家里出来之前, 先家里上好厕所,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那么我们犹他粥啊, 是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粥, 天气呢, 非常的好啊, 冬天也不是特别冷, 夏天呢, 也OK, 温度啊, 它是一种干热, 所以说不是湿热, 不是特别热, 还是总的来说, 天气呢, 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么这套房子啊, 我觉得因为这个价位在五十多万, 是个中位数, 在我们犹他都算很便宜的了, 他会走的相当快, 那如果你在由他就买房, 买房需求啊, 不管什么样的房子, 好吗, 欢迎问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